为了加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真的都还是非常的冷 不过这样冷缩缩的天气就要接近卫生了 因为明天清晨虽然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白天开始温度就要开始明显回升了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温暖了 但是东半部地区的朋友要留意了 因为银封面的关系云量稍微多一点 而且容易有短暂正雨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前两天影响台湾的封面已经逐渐远离台湾了 而目前来到台湾就是北方比较干冷的空气了 但是明天开始因为高压逐渐冬移出海 所以风向从偏北风逐渐转为偏东风 所以温度都会变得比较温暖一些 但是东半部因为是银封面的关系 云量稍微多一些 而且容易有短暂正雨的发生了 所以未来几天的降水模拟 主要降雨的区域就会落在东半部 特别是宜兰地区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请东半部的民众未来几天也要多加留意了 而在温度上来说明天就会明显感受到温度在回升当中 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是18-19度 中南部20-23度 东半部地区16度左右 而清晨呢温度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哦 所以北部的低温9-10度 中南部呢7-12度 东半部地区10-11度 明天开始呢就要结束这个寒冷的天气了哦 而周末假期呢天气更是比较舒适稳定哦 建议您呢还是可以出去走走 或是把家里好好整理一下了 以上呢就今天的威乐360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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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